内地新增118宗新冠肺炎病例 其中本地个案有106宗 疫情未见缓和 不同省市继续有企业 推出措施 鼓励民工留在原地过年 春节假期是不少民工 一年一次回乡团聚的机会 在浙江宁波 有企业向不回乡的员工 发放3,000到5,000元人民币不等的奖金 四川绵羊有企业 除了发放奖金和年货之外 过年期间会为员工举办贺年活动 一解他们思乡之情 吉林省在星期一 新增43宗本土个案 一个来自黑龙江的超级传播者 已经导致当地超过120人感染 通发市 现在汽车和火车都无法进出 公主领事就要求 全市的居民居家隔离 河北就新增35宗本地个案 全部来自石家庄 确诊数字连续三天下降 国家卫健委说 石家庄有两间医院出现防疫漏洞 包括医院管理混乱 管理层防疫不力 消毒隔离等的措施未踏标等等 要求地方卫生健康部门 要在春节之前组织专家展开专门督察 巡查所有医疗机构 至于黑龙江有27宗 北京就有1宗 而近期本土疫情捲好从来 国家就向中心副主任冯子建说 现在整体的防疫措施算是非常成功 去年4月以来发生的本土疫情 全部都是由境外输入引起 在早期已经阻断病毒在国内传播 无线电视机者曹家荣报导